这个男人太狠了 把300斤的老婆装进麻袋里 用出吃奶的力气 随后用力一推 就扔了下去 又用出麒麟臂 死死抓住绳子 可下一秒 小帅说了句 钩子就飞了出去 破碎声传来 男人一声尖叫 腾空而起 撞到了玻璃上 可木头材质根本承受不住500斤的重量 紧接着窗户破碎 两人就掉了下去 这天爸妈外出 两个笨贼悄悄溜了进来 掏出遥控器 门就打开了 随后他们就闯了进去 小帅悄悄藏在门后 他又拿出了遥控器 他就撞到了鼻子 来到房间后 听到有声音 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个浴缸 突然小帅冒了出来 按下开关 水就狂涌而出 比高压水枪还厉害 把他们撞翻在地 水哗哗地往外流 两秒过后 地上的水就有半米深 小帅趁机跑了下去 来到门口看热闹 两人终于爬了起来 可刚打开门 就被冲了出来 坐着水上滑梯 瞬间冲了下来 感觉那叫一个酸爽 小帅假装呼叫管家 两人不敢多呆 骂骂咧咧咧向外走 还说明天就来报仇 这个熊孩子 把家变成了泳池 后马回来后 感觉脚下一凉 随即大叫一声 看到豪宅变成水帘洞 气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老爸随后赶到 看到眼前的一幕 心想这个上门女婿 肯定泡汤了 小帅说这是笨贼干的 可根本没人相信 这时管家来了个神捕刀 第二天是一场宴会 而管家把两个笨贼 请了进来 这可把小帅吓坏了 管家抱起小帅 把他关到小黑屋里 没想到小帅非常聪明 趁机踩了他一脚 然后溜了出去 管家急忙去找 来到冷库里 门突然关上了 小帅把他锁到里面 然后悄悄站在凳子上 手里还拿个平底锅 这时大壮冲了过来 哭吃一下 就被干翻在地 随后跳起三米高 踩到桌子上 摊锅就飞了起来 在空中旋转180度 正好扣到两个笨贼头上 然后转身就跑 两个笨贼背门弹飞 一屁股坐到煤气灶上 大壮刚想休息一下 顿时闻到一股烤肉的香味 紧接着大叫一声 蹦了下来 快速逃了出去 这场宴会被他搞砸了 又被老爸教育了一顿 第二天爸妈刚离开家 笨贼就收到消息 立马向小帅家赶去 看到他们进了院子 小帅决定先干掉内应 于是让管家去地窖拿平茅台 他刚进去 就被小帅锁到里面 可刚一转身 就遇到了保姆 保姆凑过来说 这时笨贼搜了进来 小帅也被关进酒窖里 而酒窖里还有一部升降机 小帅毫不犹豫地钻了进去 男孩把绳子系到铁锅上 用力一拽爬上梯子 另一端捆到墙上 又拿来铁链掀开地板 把铁链挂到上面 随后坐着升降机来到楼上 可刚要出去 听到笨贼说话 赶紧按下按钮 电梯就升了上去 突然大壮听到声音 赶紧跑了过去 头却被电梯卡住 小帅趁机跑了出来 藏到门后 二促一听到声音跑了过来 随手按下按钮 只听大壮一声惨叫 他这才意识到按错了 再次按下按钮 手又被卡住了 他也真够倒霉的 可刚走两步 小帅松开绳子 二翠一低头 平底锅呼在大壮脸上 回来时又砸到了二翠 保姆拿着平底锅追了出来 进到电梯里 随着电梯上升 铁链拉长 电梯就被困在中间 这时大壮来到屋子里 看到床下有双脚 慢慢走了过去 用力一拉 却拽出两只鞋 下一秒 柜子就砸到身上 我都觉得疼 他刚站起来 一回头 就看到一架小飞机 扑斥一下撞到要害部位 小帅来到柜子前 转了过去 俩笨贼耶色舞了过来 撵出咒语 没想到门自动旋转起来 越转越快 转了999.9圈后 两人就飞了出去 正好落到吊灯上 大壮一个没抓稳 就掉了下去 他刚爬起来 二翠就摔了下来 正好撒中大壮 小帅正得意识 保姆挟持了他 而保姆又被管家打晕了 随后佛波勒赶来 把俩笨贼抓走了 这是小鬼当家第四步 虽然没有前几部精彩 机关也比之前少了很多 但依旧很不错 喜欢的话可以看原片 一瓶可乐从天耳降落到地上 女人有点懵圈 向前两步踢了一脚 瞬间可乐就喷了出来 向女人撕去 随后小帅又扔下一瓶 可乐跟长了眼睛一般 朝二翠撞去 紧接着扔出更多瓶 二翠被干翻在地 原来小帅在里面放了泡腾片 可乐才有这么大的威力 随后二翠抄起锅盖 变成美国队长 挡住可乐炸弹的袭击 他边挡边退 来到地下室门口 不料小帅点燃小汽车 按下开关 小车顺着跑道快速前进 从窗户里飞了出来 正好落到二翠脚下 瞬间点燃井盖上的汽油 他不停地大声尖叫 快速跑了上来 冲向旁边的水龙头 可刚拧开 又洗了个热水澡 他顾不了那么多 坐到地上伸出双脚 扑灭上面的大火 真正体会到冰火两重天 还兴奋地笑了起来 随后站起身来 打算跟大壮会合 另一边小帅解开绳子 从二楼跳了下去 拿起VR眼镜 大壮醒来后 发现周围都是高山 而自己正站在悬崖旁边 他小心地移动几步 看到前面的石头 用力一跳 哭吃一声就撞到架子上 摔了个生活不能自理 这时二翠听到声音来到门口 用力一推 门还被挡住了 推了好几次 还是没推开 而大壮就倒了煤 二翠非常生气 用力一推 门终于开了 不过却傻了眼 急忙蹲下身子 摘下VR眼镜 看到丈夫头上长了个包 她非常过意不去 下定决心 一定要报仇血恨 于是打开房门 没想到这里更加可怕 女人悄悄打开门 没注意脚下 勺子弹到小脚趾上 疼得她一蹦两丈高 又踩到了积木上 免费体验了下脚底按摩 随后双腿一卵 跪了下去 那叫一个酸爽 紧接着双手按到地上 这是疼傻了吗 见这样不行 于是躺了下去 在地板上表演起挖泳 这时小帅扔下面粉 哭了大壮一脸 他刚睁开眼睛 又来了一捅粪水 二翠想爬上楼梯 没想到脚下一滑 哭吃一声摔了下来 大壮想为妻子报仇 走了上去 小帅射出弹弓 郑重要害 来了个鸡飞弹打 二翠看到绳子 用力一拉 出来两挺机关枪 扣动扳机 子弹扑哧扑哧射了出来 二翠就被射成了刺猬 大壮还在努力向上爬 抓住扶手 一用力 扶手就折了 他就掉了下去 二翠打开房门 瞬间傻了眼 小帅站在跑步机前 扔掉压铃片 瞬间就砸到二推的脚 随后小帅加快速度 又扔下一个压铃片 二翠急忙躲开 门都干了个窟窿 紧接着扔了个健身球 二翠接住后 发现没有一点危险 那只小帅提起一个压铃 扔了下去 二翠瞬间被弹飞出去 撞到大壮后 顺着楼梯蹦蹦跳跳 弹了回来 这时大壮走了过来 小帅翻过栏杆 松开双手 直接掉到蹦床上 大壮紧随起后 跳了下来 绳子断裂 大壮被弹飞 撞到树上 还掉了一颗门牙 随后小帅举起鱼杆 向前跑去 房上的冰锥 纷纷落了下来 大壮狼狈地躲避着 突然被绳子绊倒 摔到了地上 抬头望去 一颗大冰锥落了下来 他大吼一声急忙后退 这才保住了命根子 两个大人竟然不是 一个小孩的对手 经过对话得知 原来这是一场乌龙 对手 又是稍微的